上童工商着重技职教育 近年来处了密切与业界合作 也不断更新校内的设备 提供学生更好的学习环境 而飞机修护科今年在船捷报 由主任郭文静用心指导 三年级的学生黄宇能 在第51届全国技能竞赛北区分赛中 勇夺飞机修护类第一名 那后来去的 他等于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一样他管路保险的位置 在飞机修护科主任郭文静老师的用心指导下 三年级的黄宇能同学除了仔细聆听 也在周末假期把握时间勤奋苦练 今年4月份参加了第51届全国技能竞赛北区分赛 最终成功击败其他二三十位来自西部的大专院校 或飞修传统名校好手 勇夺难度最高的飞机修护职类第一名 所有的指导老师努力的指导我 那他们也愿意在课余时间 以及假日的时间过来学校陪我一起练习 然后才有今天的好成绩 我虽然这次得了第一名 但是在某些细节的部分 我没有做得非常完美 那接下来我在全国赛的时候 我会尽可能把我所做过的缺失去做改进 然后希望能够在全国赛能够有更好的成绩 在目前这个情况上来讲 在我们高职生能够跨越到了专科以上的大学学生来比赛的话 我们科目来讲算是比较难了一点 但是他能够在最困苦的时间 用最长的时间来不断的练习 那这份荣耀当然是归于黄一能他自己的 消息传回学校师生们兴奋不已 校长温志雄更是邀请到上腾工商董事长吴旺之 及民间友人到校颁发奖助学金 表扬黄允能同学的杰出表现 允能同学字子本来就很好 当年他放弃了可以选读花中 却来我们上腾就读 今天能够视性发展 找到自己的天空 尤其有那么好的表现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欣慰 不过这一路走来其实是非常颠簸 而且可以说是苦尽甘来 他也曾经两次在全国的比赛当中 煞雨而归 但是他有一点非常可取 就是不服输不怕失败 有坚强的这种毅力 所以呢不断的修正 在经过一地训练 老师加强指导之后 终于这次一举得到 全国北区晋宁竞赛的第一名 往后我们将提供更好的资源 更密集的训练 让他在9月份的全国技能竞赛的总决赛当中 可以再为自己加值 再为上腾争光 校长温志雄也表示 希望社区民众不要再迷失大校或公立学校 应该让孩子依照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来发展 上腾一次次在全国竞赛中拿出好成绩 也证明学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提供学生发挥索长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光发热 记者徐立琴 吉安相报导